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三点贡献的话 它还有另外一组重要条件 就是如果O点不在A1B的直线上 好,我们把A1B的直线画出来 A1B在这里 好,那O点不在这个直线上 那我们把O点画在另外一个地方 O在这里 那么我就可以存在一组实数X跟Y 而且S加Y等于1哦 好,这里的C在我的A1B的直线上 C如果在这里 那么我就可以让OC向量 可以等于OA跟OB的线性组合了 我们先从充分条件来去做说明 好,因为ABC三点是贡献的 按照第一个充要条件是 我可以找到一个实数T 让我的AC跟AB之间是有一个倍数关系的哦 好,那么回头来看一下主角OC向量 好,OC向量在这里 好,这里的OC向量 我们先用加法原理把它走到哦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OA再加上AC向量 好,我们把它写出来 OC会等于OA再加上AC向量 那这里的AC向量 是不是又可以换成T倍的AB向量 我们把它换掉 那因为等会这边的结果都要从O点去做出发 所以我们一样把AB向量换成O点出发 那OA跟OB同一个点出发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减法原理把它处理掉 所以把AB向量可以把它换成OB减掉OA 然后再把这个T把它分别沉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我的1-T倍的OA再加上T倍的OB了 我们可以让1-T等于XT等于Y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变成了X倍的OA再加上Y倍的OB 而且S跟Y的总和一定是1了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必要条件 如果OC向量等于OA跟OB的线性组合 而且S加Y是等于1的 好,那既然S加Y等于1 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变数替换掉 我们让Y等于1-X 那一样的又类似分配率的概念 我们必须把OB跟我们的系数去做相乘 所以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好,那这时候我们以X当作我们的主角 好,我们把X提出去 那就可以得到OA减掉OB 好,OB不动 那这边有两个向量相减 那按照减法的原理 同学不要忘记 前面这个A是新的终点 后面的B是新的实点 所以OA减OB就是我们的BA向量了 好,接下来的部分是 这里有个OB 这边有个OC 我们再把它移向做合并的动作 变成了OC减掉OB 右边就像S倍的BA向量 又来了 同一个点出发 两个向量相减 所以这边的OC减OB应该是BC向量 好,BC跟BA同学们有发现 这个B点是重合的 是重复的 也就是说从同一个点去做出发 彼此之间又有个系数基的关系 按照前面第一个中要条件 这时候的ABC 势必就一定是贡献的了 好,我们这边做个统合 怎么用向量来去判断三点贡献呢 如果ABC三点贡献的话 它有两个冲要条件 第一个是能够存在个实数T 使得AC跟AB之间有一个系数基的关系 第二个冲要条件是 ABC如果贡献的话 有个点它不在AB的直线上 那么OC向量就可以是OA跟OB的线性组合 而且它的系数S加Y的值 一定要是1了 4 4 7 9 10 11 10 感谢观看